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利用动词与不同性质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 不动词吗 这儿有动词 这儿有不同的名词 对不对 利用动词与不同性质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 来研究解释某些语法现象 这种分析手段就称为配价分析 由此形成的理论就称为配价理论 或者说配价语法理论 下面我们就用配价理论 来看反对的是他这个奇异句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说反对的是他 这个句子说有奇异 就因为反对的本身就有奇异 对不对 反对的他有奇异 反对的他可以指失事 可以指受死 那么反对的为什么会有奇异 这我们就需要从配用配价的理论 来观察他来考虑他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反对本身是个动词 对不对 它是一个动词 那么我们要来解开 反对的是他的奇异的奥秘 那就说明我们需要来研究 动词心词语 加德形成的德制结构的奥秘 是不是 这是从逻辑上可以推得出来 对不对 反对是个动词 对不对 反对德这是一个德制结构 因为我们要来解开 反对德为什么有奇异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来解开 动词心词语 加德形成的德制结构 它的奥秘 明白这意思了吗 是不是 因为下面我们就得 实际上就要来研究VP德 汉语里面VP德这种德制结构 因此下面我们就来讨论VP德 上次我们说到 我们说反对的是他有奇异 为什么有奇异呢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反对的有奇异 反对的本身就可能有奇异 因此我们正要解开那个反对的是 他这个句子的奇异现象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对反对的 为什么有奇异 它的奇异怎么来的 我们要了解清楚 那么反对是一个动词 那么朱德西先生呢 他是我的老师 朱德西先生呢 专门研究了这个VP德 这个德制结构 这个德制结构 因为就是说我们要解开它的谜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了解 VP德是个什么情况 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VP呢 它包括那么一些情况 就是一种是单根动词 对不对 这个上次都已经讲过了 我再重复一点 第二种呢 以动词为核心的 各种词组 所谓以动词为核心的各种词组呢 比如说动兵词组 动补词组 壮语和动词的这种偏真词组 另外可能就是壮语也有 动词也有 兵语也有 还有壮语也有 动词也有 补语也有 还有壮动兵补都全 那么都包括在里边 另外再加上联合结构 对吧 动词性的联合结构 这个都包括在这一部分里边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以动词 为位语中心的 主为词组 比如说他去 那么他去就是一个词组 那么他去后面更个得 他去的 或者我吃 我吃的 那么这是一个词组 我吃是词组 那么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得知结构 要是现在我们讲的VP呢 包括这样三种情况 包括这样三种情况 那么这种VP德呢 有一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 哪几种现象呢 有这样几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就是说 所形成的VP德 不能做主语 来指代事物 就第一种情况 所形成的VP德 不能做主语 来指代事物 指南处定语 这是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来说 比如说 张山游泳的 张山游泳的 张山游泳 这是一个VP 对不对 这是一个VP 带上一个德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VP德 那么这种VP德呢 它只能做定语 比如说张山游泳的时候 张山游泳的地方 张山游泳的知识 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张山游泳的 怎么怎么怎么 你就不能这样做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所形成的VP德 可以做主语 来指代事物 但不引起奇异 不引起奇异 比如说今天游泳的 比如说今天游泳的 是张山 是不是 那么今天游泳的 这就是可以做主语 可以做主语 但它没有奇异 不形成奇异 不会有奇异 再比如说 参观科技不难会的 是北大学生 这个也没有奇异 那么参观科技不难会的 这个就是一个VP德 那么它做主语 可以来指代人 对不对 那么它没有奇异 不会引起奇异 比如说 妈妈买的 是 橘子 那么妈妈买的 也是一个VP德 可以做主语 来吃 某种食物 所买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奇异 但是它没有奇异 不会引起奇异 第三种情况呢 所形成的VP德 可以做主语 但可能会引起奇异 可能会引起奇异 比如说 反对的是它 反对的也是一个德制结构 对不对 它就引起奇异 对不对 因此 由VP德做主语 VP德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样一些 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这个就要来探讨 它到底为什么 决定这三种 不同情况的因素 是什么 现在大家想一想 你们来考虑考虑 考虑的时候 别忘了 我们前面讲的配价 动词的配价问题 联系动词的配价 你们来考虑考虑 这个是怎么回事 大家想一想好吗 想一想以后 来举手 还是举手 明白这个问题吗 就是为什么出现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 决定这不同情况的因素 是什么 那么我刚才提示了 你们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联系前面我们讲过的 动词的配价问题 对不对 动词有价的问题 有一价动词 二价动词 三价动词 那么刚才讲的这一个情况 怎么来看的 就是决定的因素 其实决定因素 有两个 一个 V的配价数 就这个动词到底是几家动词 是一家还是二家还是三家 V的配价数 第二个 决定于什么呢 就出现在 VP的 加成分的数目 就这个VP得里比 这个V的加成分 出来了几个 就决定于这两个因素 决定于这两个因素 当年朱德西先生 就发现这个问题 在这个线前 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 朱德西先生 在七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这个中国语文上 发表的文章 登记结构和判断局 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此朱先生 因为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此他提出了一个 VP得 奇指数 公式 可以做成一个公式 像数学公式那样 可以进行计算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朱德西先生的七指数公式 并bies 字幕积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朱德西先生创立的 VP德奇异指数共识 这个奇异指数共识 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呢 就是P等于N-M P代表 VP德奇异指数 大家注意 这所谓的奇异指数 就是指的这三条 就指的这三条 就是有的VP德不能做主语 只能做定语 有的VP德能做主语 不会有奇异 有的VP德能做主语 可能会引起奇异 这个所谓奇指数 就是指的这个 那么N代表什么呢 N代表 动词 V的 配价数 N代表 在VP德 里出现的 V的 架成分的数目 现在我们就来看 我们就来算一下 比如说 张三游泳的 为什么只能做定语 因为张三游泳的 P等于N-M 等于游泳是几家动词 一家动词 那么它的价成分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 张三已经出来了 因此1-1等于0 对不对 可见 当P等于0的时候 就属于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 它不能再做主语 来指称 某个事物 这个明白吗 有问题没有 明白不明白 好 我们再来看 今天游泳的 参观科技不难会的 妈妈买的 我们看 今天游泳的 P等于N-M 那个动词一架 架成分出来没有 出来没有 没有 今天是不是架成分 不是 为什么今天不是架成分 不是 怎么回事 我们来自行的 我们来自行的 明天 我们来自行的